大家好,歡迎收看這個馬迷早晨 又是我世榮,跟大家見面 記住星期六跑,明天就跑了 一會兒還有Gang Win Pay 地帶 今天可能會多一點點節目 不過不要緊,節目就好像雨溝一樣 要擠出來總是做得切的 可能今天大家會見我多一點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收看我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記得訂閱,在右邊 另外就是今次星期五當然是介紹第二場早餐給大家 好啦,未講之前大家用了堅制賽馬APP 好啦,馬上講一下,今次貼三隻馬 為何一班1600,不是我忙不得閒 只有七隻馬跑,沒理由貼四隻 好啦,今次3月31號提提大家 有個二班1650最適合王金甲跑 不過評分上是106分 差1分才夠跑 105分 變成這場只要放好快,然後落敗才行 所以如果補充一快,家應至勝 當然也會消耗 哪些後上馬會得益呢? 幸福笑容就會得益 可以跑超強活短的那些 上次追不到跑的第四 今次,梁家鑽變巴道點筒 另外就是百浮穿雲這些老馬八歲 擺在這裏不用等幾時 上次輸過短頭 菊草沒有替少他,莫尼拉會騎高一點 另外,勝得精彩 今次蔡寒找了賀明年 不揹小上次兩博 都算是準的這些馬 1400太短了 現在這隻馬1600會適合他跑一點 跟季初有新鮮感那時不同 今次也不用揹重幫 所以這些大屬馬,要留意他就最好 3分就是這裏推介了 稍後會有更多精彩節目 五間馬經等等 全部都在今天了 稍後再見,拜拜